这绝对是一部会让你毫不犹豫追下去的高智良悬疑犯罪的探案神剧 每一集都是一个抽丝剥茧的探案爽篇 不看到最后你永远猜不出凶手似谁 他就是摩斯探长前传 话不多说直接盘他 故事开始与牛津的一起女孩失踪案 案件毫无头绪没有半点线索 甚至女孩的死活都不知道 牛津警局乱作一团 然而就是这么一桩棘手的案子 却让我们的主角摩斯斗志昂扬 他先是发现贫困的女大学生床头怎么可能放着三本昂贵的精装诗集呢 这根本就不是普通家庭能担负得起的 果然里面的确内有玄机 夹在梳理不同位置的纵横字迷 他都只填了两个空 横向谜底是牛津的某个地方 纵向谜底则每次都是数字 而初踢人呢都是同一个叫奥池的匿名坐着 女孩失踪那天的谜底是八个利林和数字八 这不就是时间和地点吗 摩斯推断女孩和初踢人奥池 很可能是长期通过牛津邮报上面的纵横字迷私会 也就是情杀 果然赶到现场 女孩的确死在了八个利林 全身赤裸被人掐死 衣服也被丢到了一旁 而地上掉落的男士手表 时间正好停在了晚上八点 而手表的主人竟然是女孩的男友杰克 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 杰克自杀死在了河边 难道真相就是杰克先谋杀了女友 然后又为罪自杀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年轻的摩斯无法接受这漏洞百出的结果 他坚持把重点放在纵横字迷上 只有找出那个初踢人奥池 他才会真正的相信这一切 于是摩斯便开始走访调查 他来到的第一站 就是找到杰克的室友 室友说杰克完全不会纵横字迷 他没那脑子 看来初踢人奥池果然是另有其人 可随后室友又透露了一个消息 他说两人早在三个月前就分手了 原因是女孩有了别人 而这个人呢 正是牛津大学的讲师 好家伙 大学讲师 那出个字迷不在话下呀 但讲师却一口否认了和女孩 有任何超出学术范围的交集 他说和女孩相识呢 也只是和另一位大学讲师打了个赌 看看谁能用学识吸引到这个女孩 并把她调教成上流社会人的模样 说着便以公务繁忙为由 一走了之了 而那另一位讲师呢 恰好就是摩斯的老同学 他也承认了两人的确打了赌 但仅此而已 然而就在一无所厚的摩斯刚回到家中 就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条 足以把那个出题人奥茨揪出来的重要线索 那就是奥茨曼迪亚斯的早期手稿 将在牛津的伯德利图书馆展出 便又匆忙的找到了讲师 原来讲师身后摆放着的那两条巨大的断腿 就是出自于奥茨曼迪亚斯 而讲师把断腿放在身边的细节 无不显露出他对这本诗集的狂爱 于是摩斯大胆推断 出题人奥茨就是奥茨曼迪亚斯的缩写 果然讲师承认了他与女孩私会的事实 但女孩死的那天 他写的谜底压根就不是巴格丽林 而是辛克希 巴格丽林是下周的谜底 说完讲师还小声的嘟囔着 一定是妻子记错了 难怪女孩没来赴约呢 哎 可惜了 可交错字迷这种低级的错误 摩斯怎么可能会信呢 于是便把目标对准了讲师的妻子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可第一次见面摩斯就认出了他 他就是在自己黑暗的童年里 用一首歌曲拯救自己生命的人 原来讲师的妻子称是一名歌手 甚至毫不夸张 他就是摩斯的英雄 不过关于自谜的事 若是承认了的确是他寄出去的 但上一期的自谜 因为他太忙了 就交给了正好上门找讲师的杰克 也就是女孩的男友 让他帮忙送去了报社 可尽管杰克已经自杀死在了河边 一切都表明就是杰克杀了人 然后又自杀了 但摩斯却依然坚信 凶手就是讲师 于是他便马上找到星期四探长 把每一处细节都告诉了警师 可一个人的出现 却让整个案子都回到了原点 一位兽医发誓说 周日早上八点 他看到了活着的女孩 就在公交站等车 好家伙 这和摩斯推断的 整整差了十二个小时 出来扎到的摩斯无比抓狂 不仅案子没有破 还让老同事们好顿嘲笑 心里话 你个毛头小子 不是在做梦吧 这么简单的案子 想的那么复杂干啥 从警局出来的摩斯 在长椅上从中午做到了傍晚 眼看着来自不意的第一桩案子 就要从眼前溜走了 他心又不甘 然而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刹那间 他决定从头再来 再一次把目标对准了讲师的气质 可却依旧毫无战获 只是在临走时 带走了一张签名唱片 作为纪念 这一夜摩斯睡得很香 甚至晚了一个钟头才赶到警局 然而就在他来到警局的第一时间 他就拿起了女孩的裙子 和贴身衣物对照磁码 他惊奇的发现 女孩尸体旁边的这条裙子 压根就不是女孩的 因为小了不止一码 无论他怎么穿 都不可能挤进这条裙子 所以寿衣那天早上八点 看到的女孩 很可能是别人讲办的 于是摩斯找遍了整个牛津城 终于让他找到了 买这条裙子的人 可回到警局的摩斯 却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 甚至表现得极其失落 因为真正的凶手 不是讲师 也不是前男友杰克 而是摩斯的偶像 讲师的妻子肉身 原来一切都要从 那个打赌开始 女孩对讲师的青睐 受宠若惊 甚至爱上了讲师 义无反顾的 跳进了那段私情当中 然而这一切 都被他的男友看在眼里 便主动找到了 讲师的妻子肉身 想让他阻止这一切 通过观察 肉身也确定了 确有此事 可他害怕失去丈夫 便有了另一个想法 那就是让第三者 从此消失 他先是把丈夫递来的字迷 换成了另一个地点 让女孩错开和丈夫的见面时间 然后就是找个背锅侠 而这个背锅侠呢 就是他的前男友杰克 他用相同的方法 得到信任后 再偷偷拿走他的手表 这样一来 他完美的计划 就成功一半了 剩下的就是在优惠地点 等待赴约 用撬棍谋杀女孩 手表一落在地上 嫁祸杰克 他甚至还提前准备好了 两条一模一样的裙子 等早上有人经过时 他就故意穿上 误导他就是那个失踪的女孩 届时他只要为警方提供一个凶手 他的计划将完美落幕 一气呵成 但这看似毫无漏洞的做案手法 却遗漏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两条裙子的尺码 完全对不上 来到音乐会现场 罗斯恳求星期四坛长 让他演唱完 这最后一曲绝唱 罗斯怎么也想不到 他人生中第一起破获的案子 竟然是亲手抓住 自己心中的偶像 一个曾让他骄傲的女人 败给了体面的婚姻 最后罗斯也为了体面 避开四人的嘲笑声 选择了在看守所上吊自杀 且目睹这一切的 自嫩的摩斯 深深陷入到了自责当中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 摩斯的出漏锋芒 引起了星期四探长的注意 他似乎发现了摩斯体内 那个无法被压制的 大侦探属性 就这样摩斯成功 越过了所有的考核 成为了星期四探长的 长期副手 就此摩斯探长前撰的第一集 切而不舍 全部结束 而这对新老CP也正式出道了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 更大的案子 在前方等候着他们 等候着我们年轻的摩斯探长 如果你喜欢江江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摩斯探长前撰的下一集 敬请期待